大家好,我是Mr.Ama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就是S1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9b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條件的Part 5 我們這次就是看RHS S我們知道是邊,到底R是什麼來呢? R就是直角,我們學過的之前 而H就是hypotenuse,就是斜邊 什麼是斜邊呢?原來在一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我拔一個直角三角形給大家看看 直角三角形 這一條就叫做斜邊 對著直角的邊,我們就叫做hypotenuse 我們就叫做斜邊 RHS就是有一個直角,有一條斜邊,還有一條邊 為什麼有直角,有一條斜邊,還有一條邊呢? 我們就說它是全等三角形,就是兩個三角形一模一樣大小 我們就看看這裡 現在這條線,藍色這一條,和旁邊這一條藍色 我們就說它們的長度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等腰三角形,OK? 好了,等腰三角形,如果我拉一個高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有一條紅色的線在這裡 那就是兩條直角的,因為呢 紅色這條線我們說高的話呢 它跟底就互相垂直的 那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那我播一播這條影片給大家看了 你看到嗎?其實呢,當那條紅色的線 這條紅色的線產生了的時候呢 我們呢,實際上呢,就是將一個的等腰三角形 就分成為兩個的直角三角形的 OK,這兩個的直角三角形呢 它就會有一條的斜邊是雙等 有一對的直角也都雙等 還有一個S是什麼呢?就是這一條 中間紅色這條線呢,我們就叫公共邊 這樣呢,只要又是RHS呢 我們就有兩個全等三角形 這次呢,你可以看到了,斜線的三角形呢 跟一個實心的三角形呢 它是可以完全重疊的 OK,所以RHS呢,就可以幫我們證實 是一對的全等三角形啊 OK,那我多謝大家收聽了,拜拜!